好 主要台南檢調人員大動作 可以看到從台南市議員林一婷的服務處出來 因為他的爸爸也就是余慧的理事長林士傑 就處在服務處樓上 不過根據了解當天林一婷跟林士傑 兩人不在住處也沒有在服務處裡面 不過這一次檢調會大動作的搜索 就是因為在上個月 國民黨南市議員方一峰 傳出被人恐嚇投票的狀況 而涉案人士就是林士傑被依照恐嚇罪來法辦 而目前檢調也要針對台南市議會政府議長 有沒有涉嫌會選來進行積極的偵辦 不過目前紀監處表示說整個行動都還沒有結束 像前往永康區的市議員林鄭國的服務處 以及林士傑住處來進行相關搜索 但是整個行動還沒有結束 因此對於相關細節還沒有辦法進一步透露 那麼像是來自台南的詳細情形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支持請數據 第兩步 包裹